元首会晤一直是引领中美两国关系的风向标 尤其是去年12月APEC阿根廷峰会期间的元首会谈 给了全世界明确的信号 如果要展望前景 首先要清晰的知晓美国对中国的定位 2017年底至2018年初 美国公布了五份报告 包括四年一度的2018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国防战略报告和态势评估报告 国情资文和世界威胁评估报告 这五份报告的共同特点是 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认为 过去十几年以打击恐怖主义为主 现在应以大国竞争为第一要务 美国视俄罗斯和中国为两个大国竞争对手 其中 俄罗斯并非其长期对手 因为从长远看 俄国经济已经掉到资源陷阱中 2015年 石油 天然际出口量占俄罗斯对外出口总量的81% 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1% 因此 美国眼中的长期对手只有中国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 去年三月美国发起了对华经贸战 今年五月 美国单方面升级了经贸摩擦 接着如大家所看到的 开始向中国打组合拳 重点开始打击中信 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 美国还从金融 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 南海问题等多方面打击中国 甚至捣乱中国的一带一路 例如 美国得知缅甸与中国签订了许多合同 特意派遣律师团前往缅甸 假借免费帮助缅甸审查合同的名义 意图破坏中缅合作关系 预计美国明年还会利用其完善的金融体系打击中国 我认为中美之间既不要热战 也不要冷战 中国要明确告诉对方中国的现实和潜在实力 帮助美国衡量利害关系后 促成谈判恢复 中国现在是防守方 过去一年 中国对美国非常礼貌 但这并非软弱 如果仔细梳理 我们有诸多潜在的战术优势点 重点体现在18个方面 第一是转口贸易 海关数据显示 中国对美直接出口额4300亿美元 但是美方坚持说中国对美出口5700多亿 美方将通过港澳台转口的1400多亿美元算到大陆名下了 而美国计算对华出口是只算1300亿美元的直接出口 通过港澳台等过来的数百亿不计算在内 因此对美国对华转口贸易部分可以列入潜在加税清单 第二是服务贸易 美国在这方面是顺差 美国在中国赚近1000亿美元 中国仅获取美国300亿美元 第三是澳门博彩业 一张澳门博彩业许可证就意味着一年近100亿美元的收入 1999年前 两张澳门博彩业许可证在华人手上 之后 两张变成六张 其中三张由美国人掌握 如果收回转给其他企业经营呢 第四是对等列出美国不可靠企业负面清单 第五是供应链 中国同样也有垄断的产品 例如稀土 多年前 中国科学院院士就已研制初心工艺 从稀土中一次性提炼出17种稀有金属的方法 中国在稀土提炼工艺方面领先世界 另外 美国医药业85%的基础原料由中国提供 美国国防部的评估表明 19种常规金属对中国的依赖超过50% 有14种超过30% 第六是中国市场 2018年美国在华分企业的销售额为3800多亿美元 中国在美国的分公司销售额为300多亿 如果其旗舰产业苹果和通用销售额受到影响 就必然会影响股市 美国企业80%的融资依靠股市 20%依靠银行 按照美国人的说法 中国股市崩盘相当于从二楼跳楼 可能会崴脚 但没生命危险 而美国股市崩盘等于从50楼跳楼 必死无疑 另外 美国的化妆品主要根据欧美女性设计 不像上海风花等中国本土化妆品 既符合中国女性需要 价格又实惠 如果经贸摩擦继续升级 必然影响这些美国企业的所在华利益 第七是加速推动互联网协议 第六版 目前基本框架是第四版 完全由美国主导 RIPV6是中美欧三方均衡主导 第八是物体提速 第九是扩大期货市场 去年 上海开辟了石油期货市场 大连开通了铁矿石期货 运作一年 结果非常出众 现在煤炭 天然气 铜 铝等货物也可开辟期货市场 第十是加快中国和一些国家的自贸区谈判 中国目前已与17个国家和集团进行FTA下谈 可以加快进程 大幅增加贸易伙伴 第十一是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今年 中国GDP总量接近15万亿美元 日本5万亿 韩国2万亿 总和超过美国 第十二是加速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目前有东盟10国加上中 日 韩 印度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 第十三是中国可以与日本商议 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原本TPP是美日用于对抗中国的举措 但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第二天就退出了这一协议 日本主导了11国加入的CTPPP 2018年12月30日已经生效 这对中国未尝不是机会 第十四是加速煤工和区域开发 第十五是加速人民币货币互换 目前 人民币与外币互换总额为三万多亿美元 还有许多国家想同中国互换 因为人民币比较稳定 吸引力上升 第十六是要求与石油国家在未来的结算中 适用一定比例的人民币 过去 美元与石油挂钩 用石油来稳定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不再是石油进口国 目前只有中国是石油进口大国 中国可以利用垄断性地位与之谈判 我个人建议从沙特阿拉伯开始商谈 百分之一用人民币支付 同样 他们也可以用人民币购买中国产品 第十七是在结算方面 加速跳出美元结算体系 当前 全世界贸易的85%左右还是用美元结算 现在欧洲 中国 俄罗斯都在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结算系统 中国应当联合这三方 并把印度纳入其中 第十八是我们有巨量的美国国债和公司债券 具有影响美国股市和债市的能力 当然 中国潜在优势还有不少 以上18个方面是比较成熟的潜在优势 虽然未必都会启用 但必须让美国人清晰地知晓它们的存在 战略上至少也有七方面潜在优势 第一 扩大国内市场 目前我们依赖国际市场的比重较高 要提高国内市场一次分配中劳动所占的份额 我们在第一次分配中 资本获得58% 劳动收入获得42% 因此 我们可以计划在三年时间内 将第一次分配中劳动所占比例从42%提高至50% 之后根据条件提高至55% 今年 中国国内零售总额超过美国 位居世界第一 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 我建议 借此机会扩大国内市场 第二改革进入深水区 需要调整利益结构 美国的外来压力正好成为改革的动力 第三 进一步推动中国正在实行的扩大开放 美国高通最新的数据显示 2018年 中国对美关税增加至20%多 但对别的国家已经大幅降至6.5% 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 降到5%就和发达国家标准相同了 6.5%已经很接近发达国家了 远远低于印度 巴西等金砖国家 现在虽然处于贸易摩擦时期 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在增加 第四 提升产业等级 尽管中国也有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也能开发出一些芯片 但是过去中国企业大量购买进口产品 当下 在美国限制出售芯片的情况下 中国可以借此大力提升产业等级 未来实现摆脱对美国的芯片依赖 这必将重创美国芯片制造企业 第五 适当减少于美国在某些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战略合作 第六 优化战略组合 经过中美经贸摩擦 我们非常清楚各国的态度和立场 明白哪些对中国友好 哪些是机会分子 第七 加速军事建设 现在看来美国对中国的打击是恒定的 除贸易问题外 也会从其他方面下手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